珠海刚准备给赵玄一个难忘的教训 下一刻却猛然愣在那了 那声音 似乎有点耳熟 抬头看去 珠海瞬间就懵逼了 额头的冷汗更是像下雨一般朝下滴落 他这时 一涂药 教训一位宗师 珠海叔叔 你下手的时候可一定要狠一点 林刚看着珠海气得身体发抖 脸上得意之色更甚 唉 这叫做完 短袖男子摇头叹息道 话才刚说一半 下一刻就是满脸懵逼 为什么珠海直接跪地上了 不 不知大人当前 珠海该死 说着珠海狠狠地用自己的脑袋朝着地板砸去 眨眼间额头就是血红一片 珠海叔叔 你干嘛 林刚连忙上前 要拉起珠海 混账 废物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你在为你林家招惹大祸 你可知道 若是这位大人对你林家不满 你林家顷刻就有灭门之载 今天 我就代表你父亲教训你 混账 给我跪下 珠海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林刚的脸上 林刚直接被打飞一米远 半边脸高高地肿起 林刚的心中 更是翻起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赵璇不是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香巴佬吗 凭什么能一个念头 让林家有灭门之灾 林刚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相信 可看着珠海那恐惧的模样 林刚十分清楚 珠海没理由骗他 不甘 愤恨 屈辱 最终化为了浓浓的恐惧 林刚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身体颤抖 此时此刻 林刚对于赵璇只有着深深的恐惧 滚 赵璇轻声说道 是 是 瞬间 刚刚一直紧绷着自己身体的珠海如是负重 瞪了一眼 林刚直接就滚向了一边 林刚也是畏惧地看了一眼赵璇 跟着珠海一起往外滚 珠海叔叔 他到底是谁 滚到一个角落里 林刚声音颤抖地问道 别问 我也不可能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你我今天都是捡回了一条命 想要林家继续存在 就不要再不自量力地招惹那人 冷漠地看了一眼林刚 珠海一脸后怕地转身就走 此时 他只庆幸自己 幸好没有惹怒找玄 否则 他早就尸骨无存了 君不见 自古以来宗师一怒 都会引得一尘震动 眼下瞩目 引起一片的腥风血雨 他口中所说的灭族之祸 可不仅仅只是吓唬林刚 一代宗师 覆灭一族 一如反掌 哼 别吹那个赵玄了 不就是身体素质强一点吗 按照刚哥所说的 他就是练过几年武 野路的出家 根本上不了台面 就是 他哪里能和刚哥相比 刚哥可是武术世家 刚哥已经说了 他请了江北低高手来对付赵玄 今天过后 那个赵玄还能不能来一中上课 都是个问题呢 武班内 林刚的几个小弟 只高气扬地大声说道 刚刚他们几人回到教室 竟是听到武班有人在吹捧赵玄 而赵玄可是他们大哥的仇人 那他们怎么能忍 自然是把林刚的话搬出来 狠狠地贬低赵玄了 那这样赵玄岂不是要在医院待几个月 别说特招了 高考都参加不了 不少人摇头叹息 错过了这次机会 赵玄万一再留下什么后遗症 这辈子算是完蛋了 哼 所以废物还是废物 那你扶不上墙 就是扶不上墙 有人冷笑着说道 这时 林刚肿着半边脸 神不守舍地来到了武班门外 神不守舍地来到这城市